北京作为历史上几个朝代的首都 它的防御体系自然是相当重要的 但是过去的城墙 其实至今多数都不复存在了 然而在我们现在的位置 北京的二环也就是市中心 居然保留了这一段 西起重温门东至东辫门 总长1.5公里的明代城墙遗址 这段遗址现在也已经成为一个遗址公园 而在我身后的东南角楼 也是当时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现在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历史的沧桑 北京城东南角楼 建在明代内城的东城墙跟南城墙结合处 一旁就是北京火车站 人们随时可以看到列车的进出 过去的北京城 是有一道道城墙跟一座座城门连接在一起 从上面俯看像是一个图字形 其中图起的部位是宫城 皇城跟内城 至于大头的部位就是外城 北京的二环路就叠加在城墙连接的图形轮廓上 现在历经数个世纪 完整的古城墙已经不见踪影 明城墙修建在永乐年间 全长25公里 连接着内九门跟外戚门 现存崇文门到东南角楼的一段城墙遗址 长约1.5公里 它是北京城内仅存的一段明城墙遗址 也是北京城的象征 北京电视台的生活频道 常有这么一句开场白 我们来看看四九城里有什么新鲜事 四九城是老北京人对北京城的逆称 它指的是东西南北四面城墙跟九个内城门 1950年代初期 曾经为了北京城墙是保留或拆除争论了许久 当时有一种观点 认为城墙是古代的防御工事 如今早已失去应有的作用 并且阻碍跟限制了城市的发展 至于另外一种观点 则是专家学者的声音 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 跟其学生罗哲文 以及留英建筑专家陈湛祥等人 提出了良辰方案 希望旧城墙能够被保留下来 成为历史博物馆或是城市博物馆 1953年 北京开始拆除一座座的牌楼与城墙 只留下部分的断圆残壁 昔日城墙朴素的灰色表面 历经岁月推移 散发出厚重的历史凝重感跟沧桑感 过去为了加强成员的防卫 在城墙四角的城台上都新建有建楼 它的全名叫做城角建楼 简称角楼 当中有官兵助手 建议观察城墙外面的情况来进行防御 东南角楼高17公尺 是明代北京城唯一保存至今的一座角楼 它历经将近六百年的风雨岁月 不但见证了明清两代的更替 封建王朝的覆灭 跟军阀时期的混乱 还见证国共内战的不堪 虽然经历多次的修缮 但是角楼基本保存了明代结构 特别是角楼的城砖上头 留有八国联军侵华的证据 1900年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 东南角楼也随之沦陷 当时有士兵在砖墙上留下了讯息 他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清代北京城的住房是由八旗军分馆 在与角楼相望的南城墙上面 还保留了一座驻守此处的正兰旗 用来插旗帜的甲杆石 一旁的砲管上满部文字 内容是兼职人的姓名跟皇帝年号 这些生锈的砲管 当年可是背负守护皇权的重任 漫步在城墙的残垣之上 能够感受到中间夯土 外包砖墙的坚固结构 让人觉得非常的沉稳扎实 明代是高竹墙的年代 从长城到各类城墙 不论规模或是技术 都达到历来的最高水准 如今保留下来的城墙跟角楼 成为搭乘火车进入北京的旅客 最先看到的代表性建筑 也让东南角楼成为一处 观赏列车进出的好地方 古楼新运是现今北京城当中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也是北京历史发展的重要标志 中文字幕传入北京城市 中文字幕传入好地方